天目佑是一种 存在宋朝未为风潮 近代逐渐没落消逝的 特殊摇烧技术 今天节目 要带大家前往大台南 认识这位天目佑复兴的 陶艺宗师许清泉 二十几年前 给我们太太一趟 丁哥之旅 看到一栋一栋 斑驳的矮房子 然后我今天去看看 哇那里面不得了 那里面的栽域 都这样拉配 陶艺制品 那时候去磨到保背 我就感觉 我今天没来 白来感觉 找到保 我就当时说 好啊我回来 也想要来做 因为我洗完的时候 就是都长长夏天工作 对这个泥土 本来就有 那个感情啊 就因为这样一个 突如其来的机缘 使徐老师 一头栽入了讨意 从找工具开始 自己学习手拉胚 从一个门外汉 踏入了这个 他自己 也没想过的世界 本来我就是在做 孙女装房 我太太说 你工作这么忙 哪有那个时间 能做这个 他说 没关系我做看看 我就都利用 中午午休 还是说吃饭前 还是说 晚上九点以后 在做 好一直投入 一直投入 刚开始 陶艺只是徐老师 闲下时的自我娱乐 到后来 陶越拉越好 玩陶渐渐玩出兴致 烧陶也烧出了心得 他大生 当然是 较不赞行 不然 他你看我 要做这个陶艺 都好了 就来成立这个工作室 对啊 现在成立这个工作室后 他用的时间较多 对这个 中午的时间就越少了 要怎么平衡 当然这个 要经过太太 她的梁戒 不然 一般 你要经过这个经济 要做你的幸福 两头蓝 这样打开就是一个碗 缩小就变杯子 如果要 拉高一点的话 这样就 慢慢就往上 就是一个鼻筒 或是一个杯子 徐老师 平时给人温厚 朴实的印象 但玩起手拉胚 就像孩子碰到了玩具 不自觉地散发出 愉悦的心情 手拉胚是 要体力 高度技巧 平衡感都要好 你如果没有体力 你也做不到肌 做得都小肌 你拿着 几胚还是线胚 就都很多 他是由享受孤独 然后现在享受孤独 现在变成什么 他就要去超越这个孤独 产生真正他的兴趣感来了 一个作品 光骚摇就是稍十次 11次才成功 这是稍微不稍微好的 只有胚铁 扭起来 扭起来 不去其事 但是这个 我也感觉这是 我对这个作品一个条件 要做就做得比较难的 想做得比较难的 没有成就感 也没有快感 徐老师一边工作 一边玩桃 从1991年洗桃至今 也过了20年 他今回带着他的独门绝活 令人难以捉摸的 天目摇烧 硬邀在 南影总爷 一文中心 举办天目桃艺展 我就是看到 人家 舞蹈 女生 她的跳舞 看她 琴摆 真漂亮 我用索拉 来做这个 舞衣 我感觉说 可以表现这个右色 我感觉小火瓶是一种条件 也感觉这个 文化 这个形态 那个幅度 我感觉 要给它掌控这个幅度 要掌控这个造型 我感觉有成就感 陶是她的副业 可是她把她的所有的情感跟群绪 都投注在她的作品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画那种变化 真的可以看到她的生命都完全在 投注在这个作品里面 采访当天 台南市文化局局长 也在进入 天目佑 炫目光彩的奇幻领域后 不禁深圣的被征服 有大剑的作品 有小品的作品 都有它不同的特色跟风格 而且有些是非常具有创意的 是已经融入到所谓的当代艺术 譬如说它有一些 五一的这些作品的创作 其实已经不再是纯陶的东西 已经是融入了其他 美才的这种艺术创作的一种类型了 雪清泉老师告诉了我们一则 即使是门外害 也不会输给正统血脉的励志故事 单凭一股热情 以作品来论结果 自学也能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